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开始 好 先一起了吗 先 好 起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太好了 江苏常州挖出一具千年雪冠 冠面光滑发亮 鲜红欲滴 看着令人毛骨悚然 专家利用X光探测冠果 却发现棺中一片空白 这是怎么回事 之后专家在冠果四周 发现了四大神兽的图案 难道是棺材被下了某种结界 所以才看不到观众的情况 2020年5月5日 江苏省长州市博物馆 接到一个紧急电话 对方声称在长州市金瑶村 发现了古墓 得到消息后 专家马上前往案发地 到场之后就明白了 看来这又是一次 施工途中的意外发现 但是这次的发现却非同寻常 因为专家注意到 棺材的颜色十分鲜红 看着就像是涂上了一层鲜血 考古队员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血木 摸金秘诀中有这样一句话 土带血 尸带金 土里如果发现血迹 就代表着墓葬凶险万分 但随之而来的 就是丰厚的陪葬品 专家暂时撤退思索解决方案 第二天 专家展开正式发掘 他们发现 这是一座宋代墓葬 棺木外包着一层果木 果板早已不见踪影 已经被施工队损毁拆除 队长一心想要进行现场开关 但是奈何棺果之间的缝隙太小 只有45厘米 所以只能暂时搁置 选择清理果板外侧的泥土 经历期间 专家发现果板外侧附着着大量的清高泥 清高泥作为保护棺果完整性的良好材料 深得古代富豪喜爱 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的遗体不符 这也侧面印证了这座墓的主人身份不低 至少不是平民百姓 下一秒专家在墓中发现了异常 提取出来了一件木质器物 经过清晰发现 这竟然是一件木质板凳 和现代木凳子如出一辙 紧接着专家又在旁边发现了几件西斩和底托 表面光滑行死莲花 这些物件经常出现在祭祀或宴会场所 是常见的礼仪用具 专家们的发现让人惊奇 除了这些 墓中还有什么东西吗 江苏常州挖出一具千年血关 关面光滑发亮鲜红欲低 看着令人毛骨悚然 专家利用X光探测棺棺果 却发现棺中一片空白 这是怎么回事 之后专家在棺果四周发现了四大神兽的图案 难道是棺材被下了某种结界 所以才看不到棺中的情况 专家们在墓中发现了大量精致的西制器具 最为让人惊叹的是这两件 这是一枚西杯和一座西酒台子 这些是用来踹饮美酒的酒具 杯口如同花朵绽放 其美观程度颠覆专家们的想象 但是专家们注意到 这些酒杯明显过小 不像是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的酒杯 此时老队长讲到 这是古人誓死如是生的丧葬习俗 陪葬品通常代表了墓主生前的爱好 看来这位墓主明显是为爱酒之事 紧接着专家又清理出一件寒瓶 这在古代常用于承载美酒 专家不禁打趣 他还真是个酒萌子 清理完寒平后 棺木外围的工作告一段落 等到专家抬起头来看 这才发现周围围满了村民 看来现场开关的条件已不具备 专家考虑将棺木送往实验室 在实验室中 队员们仔细地清理着棺木上的泥垢 突然发现棺身出现了一块黑色的斑脊 仔细清理发现这竟然是一条龙纹 整条龙式曲线流畅 气势辉弘 众所周知 龙在古代是皇权的象征 专家不禁猜测 难不成这还是位皇室成员 另一侧突然传来惊呼 在棺身上又发现了类似的纹饰 清理完成后 发现这是一个鸟手鹰嘴的奇怪秦类 专家仔细研究 结合之前发现的龙纹 认为这是四神兽中的朱雀 很快另外两只神兽也相继出现 专家们激动难耐 因为这种棺木在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 然而当专家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打开棺木的一瞬间 眼前的场景竟让经验丰富的专家都大吃一惊 江苏长州挖出一具千年雪冠 棺面光滑发亮鲜红欲滴 看着令人毛骨悚然 专家利用X光探测棺果 却发现棺中一片空白 这是怎么回事 之后专家在棺果四周 发现了四大神兽的图案 难道是棺材被下了某种结界 所以才看不到棺中的情况 自从专家发现棺木四周存在四大神兽后 每分每秒都在想着开棺探查 因为这种棺木实属罕见 但是在开棺之前 专家们先进行了一次X光检查 看到这里专家恍然大悟 原来棺木在地底埋藏时间过长 导致地下水完全渗透到了棺中 所以X光检测才会出现一片空白 但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想要打开棺木 就必须先将棺叶排干 这样才能保住棺中的文物 为了保持棺材的完整 专家在棺材底部四个角各打了一个洞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 对于棺中文物和棺木本体的损伤 很快棺也排出 激动人心的开棺时刻来临 专家用锤子一点点的将木歇 打入棺底的缝隙中 然后利用起掉机将棺木上半部分完全分离 下一秒木主的尸骨暴露在了空气中 很快专家们就在木主的头骨旁边 发现了一块木板 清洗过后 专家解读上面的字 发现这是一块买地券 这在古代就相当于地府的房产证 有意思的是 专家在上面发现了买地用的虚拟金额 竟然是99999文 这一幕逗得专家一笑 仔细解读上面的文字 专家了解到木主人为于氏七二娘子 但是查阅了宋代史记 并没有发现相关信息 专家觉得也许这位于氏七二娘子 可能也只是一介平民 只是经济实力方面少过于常人 随后专家在木主肩部发现了一柄金被木书 旁边还插着根溜金发簪 花叶交错 凤鸟展翅 做工细腻精湛 无不透露着奢化气息 不久后 专家再次清理出来一套餐具 有一件漆盘和漆制勺子组成 漆盘形似莲花 表面光滑造型轻盈 和有一番自然韵味 除此之外 专家们还发现了一对金耳环 形如一轮风仪的弯月 整体纯金打质而成 造型精致小巧可人 想必木主生前十分喜欢这件宝贝 随着最后一件文物的出土 这次的考古工作圆满结束 本期视频也到此为止 关于这座墓葬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